拔河有大队接力 有七位竞赛 我想都是 活动内容都是很多元 而且是很丰富的 一张张照片都是坛子区公所 去年办理区运时的精彩记录 有地方居民拔河盛况 还有小朋友齐孤伦表演 看得出来场面是相当热闹 不过今年区公所想要再度申请 经费办同样的活动 却遭市府拒绝 是因为能充分与地方沟通协商 自办理本活动时 造成地方意见严重分歧 并未打提升地方和谐团结之活动 他说 他说他是征行我们 绝大多数地方的一个意见 但是我在想 我们里长也是超过一半以上 还有我们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还有我们体育会 我们各单项 还有我们地方的人士 蛮多人连署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在申请进来的时候 市政府能够真正了解我们地方的名义 秀出地方里长连数和照片佐证 证明活动绝对有促进情谊的实质效应 不过市府公文上头却写着 因为何地方沟通协商 未能提升地方和谐等理由 拒绝补助 让区长是相当生气 对此民政局长也做出回应 我们去调查过之后 这个多数的理事认为 不举办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影响 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全分散到这个其他里去 那当然公所 如果觉得说这个多数的理都会支持的话 那我欢迎你去把联署出来 如果联署觉得这个量还是很多 大家觉得说继续补助 那我们当然会继续补助 但是我想也要请各区公所来体谅一下 我们的预算毕竟非常有限 我们在按照原有的这个规模来做这个分配 所以并没有办法增加预算 公所经费补助申请再度引发争议 为此市长胡志强也出面缓加 认为双方各有立场 未来应该加强沟通 另外也提醒各局处 针对经费发文等文字叙述 都应该更加谨慎 不应该造成地方的不舒服 远军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